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诗杨 本节目由金麦郎谈面冠名播出 优质好卖出好面 吃面就要吃谈面 今年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世界文化遗产墨高窟 被誉为东方艺术宝库 新中国成立以来 敦煌研究院用一份不变的坚守 求所创新 探寻中国文物保护实践的方法路径 建立了科技保护和科学管理 相结合的综合保护体系 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副部长汪万福 多年来扎根墨高窟壁画 彩塑保护研究领域 和推进敦煌文物数字化一线 今年当选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 他对文物保护和研究 有了更多的思考 今天的节目 我们来看全国人大代表汪万福的履职故事 让我们自己的当代中国的建筑语言 建筑文化能够发生 把我们的秀化中 融入到这个时代里边去 不仅仅是在技巧层面的创新 更重要的是要把内容上面 要符合当下 就去发现 去挖掘 有前提的学生 就是说收他们为土 带他们 从小就开始培养 考察调研了很多的摧石馆 这种感受就是说 东西有了 物件有了 但是物件怎样摆放 这是我们现在是一个提高完善的 增加每个人对每个城市的热爱 获得感 幸福感 全国两会前夕 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生物研究室 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 汪万福正在带领科研团队 加紧对古代壁画表面微生物病害防治研究 做微生物培养 他们要赶在今年墨高窟旅游旺季来临前 完成冬春季的样本分析 敦煌研究院作为目前中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 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和全球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 备受世人瞩目 过去几十年里 每年全国两会上都有墨高窟人的身影 常书宏 段文杰 樊锦诗 苏博明等多位院长 都曾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 敦煌研究院对文物的保护研究利用等工作 也经常作为议案和提案提交到两会上 如今这个接力棒交到了汪万福的手中 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一个认可 也是对几代莫高窟生艰苦闯印的一种肯定 我作为一个文博界的代表 当然我关注的还是要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 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包括平台的建设 加强文化保护工程度 文化保护科技含量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特别是在一线 从事文化修复人员的素质的提高 还有队伍的不断的状态 这方面起一些建议和意见 1992年 敦煌墨高窟开展生物固杀国际项目 继续专业人才 林学专业的汪万福来到了敦煌研究院工作 此后开启了他在土移植保护和古代壁画修复的技术探索 这两年 他带领技术团队开展生物病害 对文物的影响的试验研究 最初可能我们就是抢救性保护 抢救性保护我们就是先救命 现在我们就是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并重 更多的已经做到预防性保护这个阶段了 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解决 有光的问题 有速度的问题 但是维生物也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促进了 或者加速了它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研究的希望你老是能找到一些亮点 发现一些新的问题 那一般人都觉得说是 你冬黄这么干燥还有维生物吗 那么维生物你是入联看不见 我们发现你这个冬阔长期封闭 还是我们现在说的桥节冬阔 就是有个阶段我把它开参观 有个阶段不参观 有个阶段是直接就开放 它的那个维生物的种群内群都不一样 敦煌研究院经过近80年的探索 敦煌墨高窟在文物保护过程中 总结出了针对不同文物的各种 国际领先的保护技术 将在一带一路沿线推广应用 这两天 来自新疆的文物保护管理培训班学员 正在敦煌研究院进行学习 汪万福带领学员在墨高窟231窟 现场给学员们讲解 古壁化修复技术 我们现在做方案是 对它保存现状的一个苹果是很重要的 原先我们可能都忽略这块 然后对冰害的激励 这个其实对材质的分析也是很重要 完了才我们在这个方面才做一些修复 这个它就是这个 对齐甲笔化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工艺 这你看它是一个细活吧 原先一个都是起来了 修复材料完了去把它修复 在讲解修复技术的同时 汪万福也不时地向学员们了解一些基层文物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 尤其是在基层文物考古修复管护等从业人员的情况 无论是从这个东黄墨高窟壁画的保护修复也好 还是在是个数字东黄的开发等等 这一系列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 东黄墨高窟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不学习过程当中呢 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才招收很多这个文物保护修复专业的 或者说历史考古专业的 以及这个计算机专业的 我想以后我们的文物保护管理 也是一定要走上这个科技创新 137处国吧 考古力量的编制就给了90% 省级考古力量不足 这个其实写个东西 这个我觉得是情况 它肯定是有它的标准 首先你要文物资源要丰富 是吧 它一个量的概念 近三年来 敦煌研究院聚焦石窟壁画 建筑土遗址和文物数字化等领域的科技创新 始终把墨高窟的保护放在第一位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完成289个洞窟数字化摄影采集 140个洞窟和7处大遗址三维重建 同时完成多场偶合实验室改造 并申报了国家重点实验室 汪万福所在的保护研究部门 还承担了全国范围内60多个保护修复外源项目 赶在去北京开会前 汪万福驱车来到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五个庙石窟 实地帮助文物单位完善今年的修复工程计划 常年在一线实现探索为汪万福提供了大量调研积累 他发现国内很多文保单位和敦煌研究院一样 存在着一线文物修复师没有编制没有职称平定等上升空间的情况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才的培养和延续 作为今年来自基层文博界的人大代表 汪万福提交给大会的议案是 关于加快文物修复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实施的建议 大家都有出彩的机会 不然我做研究的研究员支撑也有了 待遇也有了也起面 那么我们真正的一线的这些修复人员就没有这个机会 这个一定是要耐住性责 这我培养一个技工不容易 现在我也关注的就是这批人类就是没有上手的空间 没有通道 那么当时我们的想法出出也是比较简单 把这一部分人要留住 当然留住也要有些待遇 有一些这个收获感 我们现在刚好这个人力资源部和国家文具 就是2021年 颁布了这个国家技能标准 是针对人那个标准 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行业 就是大力推进这个事 2019年8月1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期间 首站来到敦煌研究院 在了解墨高窟历史严格和文物保护情况时强调 要十分珍惜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坚持保护优先的理念 加强石窟建筑 彩绘 壁画的保护 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保护水平 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代代相传 作为一名基层文保工作者 此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 汪万福要用行动来诠释 人大代表的担当和使命 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个荣誉 也是法女赋予的权利 在接下来的五年女职工作中 我会围绕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 重视文化遗产科学研究及平台建设 不断提示文化保护 工程中科技含量 创行融化与秀传统文化传播方式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特别是文化修复队伍建设等方面 屡知尽责 贵者新时代文化工作方证 持续传承弘扬 坚守大漠 干预分县 用于担当 开拓进取的目高精神 不忘初心 手振创新 通过承担国家重点项目等多种途径 为推动文化自信自强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贡献出敦煌力量 作为敦煌墨高窟 重获青春的建设者和见证人 翁万福说 科技赋能一方面让敦煌文化 更多地融入了大众生活 同时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敦煌文保技术 也正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得到更广泛的运用 更大范围地留存了人类文化遗产 每天十分钟生活天都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